咱们今天用一个木桶盖 木桶盖给大家画一下 就是垃圾堆里剪了个木桶盖 然后刷个棕色 然后一笔两色 就是说黄色加白色 然后去过渡天空 天空上面的原因吧 就是棕色加橙色 加一点点黄色去过渡 下面这草的话 就是用咱们这些三星笔 咱们经常用的这个三星笔 去拍一下这个草的感觉 进去的色彩它要加深加重 用这个紫色紫罗兰 然后慢慢的去拍 慢慢的去找 把这个布局给它画出来 咱们这个三星笔 是一套里面是六支 用的原料吧 就是咱们经常用的这个水星 三星色 它非常好用 浓度非常高 就是说画起来比较舒服一些 然后用这个三星笔立起来 然后就是说一笔占两色 占三色两色 然后去点 然后把它点出来 点出缝隙里面吧 然后再加一点点青色的小草 然后给它画一下 远处把加几个大树 然后一圆一湿 然后最后再给它稍微提亮一下 然后输入边边 然后最后再加上光线 给它照射一下 然后就看一下效果